8月7日有媒体拍摄的任重和孙潇潇一起出现 两个人一起看话剧 等待七夕的到来 这个消息一出现 一时间让很多人有一点吃不消 在大众的印象当中 任重是一个十分勤劳敬业的男演员 本人的性格也十分稳重 属于娱乐圈当中十足的好男人 但是孙潇潇在娱乐圈当中的形象 就有一些不尽人意了 当天任重和孙潇潇先是一同乘坐任重的车来到居院门口 孙潇潇先下车 随后任重下车 两个人穿着黑白T恤 都戴着黑色的棒球帽 时不时的会聊天说笑 偶尔孙潇潇还会主动玩起任重的胳膊 两个人看上去像是已经熟悉了一段时间 孙潇潇在娱乐圈当中可是个不简单的女明星 相对于专业作品来说 孙潇潇在娱乐圈当中的感情经历和个人作为 可远比专业的作品要精彩多了 孙潇潇和理想的恋情众所周知 其中理想还曾经三次向孙潇潇求婚 但是都没有如愿以偿 除了这位前男友理想 孙潇潇和其他男明星的互动也很有看口 郑凯也曾经亲口表示喜欢过孙潇潇 任重如此稳重的一个人和孙潇潇接触 真是让自家的粉丝担心的不行 看见任重和孙潇潇单独一会 希望任重要考虑清楚二人的关系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